有着六个特征的女人 表女无疑 表女这个词出现于2013年 当时不怎么流行 可是最近几年 随着这类女人的增多 这个词变得格外熟悉 其实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女人 只是我们从来有真正的定义过她们 你知道吗 有着六个特征的表女无疑 一 一性缘很好 同性朋友却很少 与其说她一性缘好 倒不如说她有手段 会聊 表女这种人 在心思敏感的女性同胞面前 自然是时间一长 就会被一览无疑的 在男性面前 他们却总能装出 适合男人们所喜欢的样子 因会造成男性朋友 多于女性的局面 换男朋友比翻书还快 对他们来说 男朋友从来不是用来谈婚论嫁的 而是给他们买他们所有想要东西的爸爸 而且只要男朋友说了一句不爱听的话 便会给脸色 一旦觉得厌烦了 或是满足不了她了 就会提分手 硬啊会说 他们换男朋友的速度就好比翻书 3. 人前温婉嫌淑 背后心狠手辣 人前温婉嫌淑 指的是会装 为了给别人好的印象 尽可能做出温婉大方的样子 背后心狠手辣 指的是实际上内心里盘算着 以后怎样利用人家的阴暗想法 4. 有事中午夜 无事下淫春 没有麻烦时 几乎从来不主动找你 朋友之间能做的该做的一件都没有想到你 可是一旦有了需要你的地方 一刻也不停歇地跟你聊天 以便询问情况 5. 善于交际 类似于自来俗 可是他们的善于交际总给人一种目的性 只有感觉跟你认识是有利可图的 他们才会花费心思讨好你 因而常常给外人一种他很容易相处的错觉 6. 不表态 不付出 不满足 他们对谁都这样 无论男女 对男人的示好 他们不拒绝 不说接受 对于男女 他们在享受别人给他好处的同时 从来不知道回馈 反而不知满足的想要更多 而且总能找到正当的理由使别人付出 这种女人就像水到田里的马黄 一旦衣服上了你 便只一针不吭地吸着你的血 一个劲地消耗你 因而如果遇到了这类人 一定要及早离开 以免惨遭祸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